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介绍了 结婚七年了 是吧 几个孩子呀 一个孩子 现在四岁多了 男孩女孩啊 女孩 在小片里 大概听到了您的一些说法 对对婚姻的看法 我仔细想 大概有两大类 一类是觉得她不太负责 是吧 第二类觉得 好像对孩子不是那么亲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七年吧 有人说这个叫什么 七年之痒 给我们介绍介绍 她怎么不负责任在你心里 就是她现在是在家里 做微商嘛 时间比较多在家里 现在她生活就是颠倒了 晚上活动得比较多 白天睡觉 不是她晚上干什么活动啊 看电视啊 打游戏啊 晚上她就是不睡 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 你说她一下了 她就会好一点 第二天她又是这样 玩游戏呢 就是现在很流行 说的那个什么吃鸡吧 吃鸡 吃鸡 对对对 她以为自己带了个耳机 以为我们听不见 其实我们睡觉 听到外面就在里喊 快来人 怎么我被打死了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喜欢打也可以啊 你可以到网吧里去啊 是不是 你就不要在家里嘛 家里只有这么大 网吧那个我不会搞 她就说网吧 她不会 上网手机跟那个电脑 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两个版本嘛 我也不了解 我就要往外面去 妻子对她打游戏这件事 很有看法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 她现在对我不是很有耐心 结婚之前嘛 我也是喜欢玩 喝点酒啊 干嘛呀 出去玩呀 她也就是 很耐心的就是在外面等你 不管你玩到几点钟了 她都会等你 出去逛街呀 她也会给你 主动给你买东西回来 你不在她也会给你主动买 到现在就是逛街 现在不是也买了吗 也买了 你现在是主动吗 是我自己要求的时候 你就给我买一点 因为现在你买东西的途径多了 你不需要逛街了 你不要说是途径 你这就是借口 你要是有新的话 你就会是吧 我买了也买不好你的 像口红那种 口那种色号 这蓝的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405啊504啊 小羊皮啊大羊皮 我知道是什么 那是我自己写错了 也是说是我要求 就是要求她买的 她有一次到就是香港 我就要她给我买 我写错了 回来就稍微说了一下 她就一直记在心里呀 这个我替她说一句话啊 就刚才她说 什么405 504的时候 我已经震惊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 对 我是要求她 不是你写错的吗 对 是我写错的呀 那你不能怪她呀 我没有怪她呀 对呀 我就是我就是平时 她没有怪我 她确实是没有怪我 回来就不高兴 我给你让你买504 你买个405 我说白纸黑 是你写的是405吧 什么牌子 我都忘记了 反正是一个那个口味 我就是平时 现在就是像以前一样 你是觉得她不上心是吧 对 事可能也做了 但是你觉得她没用心做 对 也是这样吧 她自己指挥不得当 不是我 就是有一次出来看电影 那一次不知道是 下点雨还是干嘛 就是不愿意出来了 但是她也给我出来了 不是 不是 她停了车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是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六点半 她就磨磨叽叽 然后等我们到 电影都已经快演完了 又要买票 然后就不高兴 再说这样那样 你从来就这样磨磨叽叽 拖拖拉拉的 你看你学个驾照 十一年还没学完 你学什么你说 你说我那个驾照开张 到现在驾照破产了 你说还没学完 你还讲什么 你就最喜欢拖拖拉拉的 耽误时间 每次吃饭也是这样 是的 我这个是手动挡 感觉不敢开 也没去学 你没有 不是没有去学 你是连那个理论考过 都没考过 每天都不用骗我 哎呀老公啊 明天我就去看这个理论书 后天我就看理论书 哦 一年 两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完了 十二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考到 你是介意他没考过驾照 还是介意他把驾照给熬黄了 都不介意 我就是说他 太有个例子 是吧 太有磨叽了 但是我们已经出来了 就高高兴兴看完电影就OK嘛 那怎么会到现在你说 他就是一直唠叨 一直讲这件事情 搞得你就是两个人不愉快 对 电影也没看成 我走了之后 他现在就是追也不追你 他现在就是 你觉得他漠不关心了对吧 对 也不在乎你 也不是不关心 他以前那个结婚之前 搞这种离家出走的事情太多了 动不动就失踪了 我就 那以前你怎么去找我呢 现在就 以前我担心你啊 我说你是个小孩 我担心你啊 你现在怎么回忆啊 你问都不问我一下 问你你也不回忆我啊 他刚才这回答特有意思 现在你长大了 以前你 你觉得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就长大了 他结婚了不就长大了吗 哦 明白了 那你们家闺女算小孩吧 闺女算小孩 对 但是你夫人可说了啊 你对孩子也不好是吧 对啊 说说吧 怎么对孩子不好 他就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 小孩有时候想跟他玩一下咯 他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他看 两个人一起玩 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 我闺女最喜欢我了 回来就抱着你不放 所以我就有时候 你说时间长了嘛 就有点烦 不然打发他呢 我就给他整了个平板 因为我平时就是 看电脑啊 干嘛要管着他嘛 这样不能 那样不能 他就是不管什么要求 他都答应 他也不想象对眼睛不好啊 是不是 一点都不创新 那他什么学点东西啊 他的寂寞啊那些啊 是不是 对他自己那些也好一些 他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 是吧 对 他陪吗 陪伴的也少 怎么也少 我每天不带他出去玩吗 你哪里 就是我要求他 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 他就会去一下 我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 你就觉得他不主动 是吧 对 你还脾气那么大 你还打人在家里 我还懒得讲你的 谁打谁啊 他打我呀 老子我这个脸都 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 他第二天就跟我讲 哎呀老公啊 昨天我真是对不起 一般我就是性格啊 别人都说我的性格 平时还是比较好 但是一般不是 你是对人家比较好 对我比较苛刻知道吧 你是不吵啊 把我来的皮皮毛了 我才就是有点感觉 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 就是那一次 也许就是可能 随便弄一下 可能是手指甲 可能是抠到了 把这个皮抠破了 出了点血 他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 他也会来道歉了是吧 没道歉没道歉 你不说第二天 他跟你说对不起了吗 他来对不起 他不是发自真心的 是我要求的 你也够较劲的了 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 都是我要求的 是吧 好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不做家务 对 你不做家务也好 他也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把家里刚刚搞得干干净净 我们睡觉了 他就是在家里也喜欢喝点啤酒 喝了啤酒吧 也喜欢配点花生啊 花仔啊 喝的一滴都是 他也不会扫一下 感觉人好累 你累我还累了 我还怕你家打人呢晚上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 就是 不是 等等 你先别说 谁家打人 他打人啊 他动不动踹你两脚 踹我两脚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啊 是你踹我呢 我知道啊 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 他有个习惯 就是喜欢喝酒 一喝了酒了 他就回来 就想找你说话 他不管你是不是 他就是吵你 吵到了之后 我就只有啊 我忍不住了 我只有 只有两脚 把他踹下去啊 对不对 他就说我就踹他 我打了吗 我这喝了酒 我一步都闹事 二步骂人 我又不跟人家扯蛋 我跟你说话 怎么不行 你不闹别人 你闹我呀 闹家里人啊 那就闹别人 跟着不合适啊 他们两句话都是对账 我喝了酒 我没闹你 我只想跟你说话 老婆说 你是不闹别人 你闹我 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的 你是对别人好 对我可不好 还有近段时间 就是特别闹我输不了 前段时间就是 我娘家是农村 要说道骨 现在她也在家里 时间比较多嘛 我也现在没上班嘛 带小孩 这样回去帮下爸妈嘛 我就要她回去帮我 她就是不肯去啊 我不是不肯去 我说了那个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腰痛 做不了那个事 第二个呢 那个龙后 我没干过 我说了 我愿意出钱 给他们找人来弄 你没干过 你像我们 残爱到结婚来 十年 可以守得清 去过几次 不在于五次没有 每次去 她就是理由 我就是不去 感觉就是 对我们娘家不上行 也感觉有点嫌弃 这怎么又成了嫌弃 上面拿来的 我感觉 你就是感觉 说白了 你觉得在娘家 也没什么面子 对啊 特别是过年 回去的时候 别看到 又是一个大箱子 抱一个小孩 实际上还要提点东西 她说你老公呢 怎么样 我说她没时间 只能这样讲啊 没有时间回去 春节都不回家 去过一次两次 我说了 你妈妈那边 一帮她买个房子 买到这个城里面来 现在没买啊 住在那个山里面 是不太方便 有时间你也是没去过 她那个山里面 是确实不太方便 车都到不了 必须要走入 深山里面 那这去的才有意义呢 车能到的地方 去不去也无所谓了 那所以今天 你要来干嘛呢 我今天就来 就是她以后能够 就是改变一点 就继续过 要是改不了 我们就过不了 我也不想过了 你啥态度啊 我尽量地改吧 这冰冻三次 非一日之寒 我有一天也改不了 那你要改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那你答应她 反正她讲的这些 我觉得是吧 既然你说 说是错了 那我肯定是错了 对吧 我也肯定去争辩 没有意义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错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 你错在哪 是啊 她就每次吵完 她就是跟你这样争辩 她感觉好像 她一点事都没有 她是对的 她就是这样子的 吓我一跳 这两步小跑 在家也这样是吧 是的 弄哭了 晚上又一哄 哄完之后 再继续这样的日子 是吧 就一直 我一直也有 就是冷啊 我感觉我已经冷了 这么久了 七年了 我感觉 再冷下去 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崩溃 我就感觉哭不了 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 那事都不大 但是所有的事堆在一起 对 这个情感当中 周一方觉得 自己被忽视了 被冷落了 是吧 而另外一方还 浑然不知 我问你啊 我问你几个事实 咱们不扯了 明白 你夫人说 你经常出去喝酒 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 两三点 三四点 或者四五点 是还是不是 曾经 是还是不是 十一二点就回了 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有还是有 但是三四点回了 就是两点 一两点 一周出去喝几回酒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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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天吧 五六天吧 那不就 天天晚上在外头吗 坐在楼下 没多远 然后白天 您是睡觉对吗 没有 那也是以前 现在呢 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 也坐卫生 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 白天在家吗 在家 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 有交流吗 没有 各干各的是吗 对 他玩他的手机 你跟他讲话 他也不会怎么样 是还是不是 是 那就说这两个 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 基本是没有交流的 对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自己觉得 你冷落他了吗 冷落没有吧 您觉得先生 冷落你没有吧 冷落了 这个主持人 我要辩解一下 我老婆的文化不高 真是能抬杠 我说我这个嘴巴 在外面是人所回到的 我一回来看见他 我就 他在外面 我就淹了 我就忍着忍着 这个人就没劲了 知道吧 我看见他 我那讲了三句话以上 我就感觉 我这辈子栽在他手里了 真的 而且他叫我来 我是非常不愿意来 为什么呢 我发自这心的 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他就可能对我 是满肚子的情绪 所以我就觉得 是吧 他可能觉得我细皮相连的 所以你觉得 你的婚姻还行对吗 我觉得非常好啊 打分的话你打 打100分 你打多少分 50 50可是不及格 对 不及格啊 所以这就是问题 先生觉得是100 妻子觉得只有50 你问他们日常时候 有什么大的冲突吗 最大的冲突来自于 妻子觉得丈夫冷落了他 而丈夫觉得我很好啊 这种大的反差背后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 一起进入修比特问卷 刚才开场的时候 赵春老师说 七年之痒这四个字 是为你们的故事的 一个注解 七年之前 我们谈恋爱时候的热烈 浓郁 七年之后都变得寡淡了 很多人在婚姻的时候 七年是一个大的坎 但你们两个 显然感受非常不均衡 男士觉得根本就不是个事 女士已经委屈的 梨花待雨了 刚才在问说 你能改吗 能改 你觉得哪错了 您也不知道哪错了 对 第一 不陪她回娘家就是错 你会让她觉得她在 我说的 很开心 我猜她的 你不想说 我猜她在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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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岩老师 感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好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困惑 我和他在一起 到底是爱还是习惯 那您觉得 你们之间是爱还是习惯呢 我觉得现在感觉变成 好像是习惯 变成是习惯了 那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爱 是爱 为什么您会觉得是爱呢 因为我看到他 我就生气不起来 对 很多时候男生认为 爱就是生活 特别是结婚之后 平平淡淡的 然后我赚我的钱 你照顾我的孩子 咱们一家人 快快乐乐地生活 他们觉得这个是爱 但是女生不会这么想 不管到多大 他都希望他的男朋友 去不断地变换爱情的戏码 但是女主角始终不用换 如果男生能够把 之前像呵护一个孩子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放到他的身上 我相信他不会那么想 当然之前我们有很多 战盟海市啊 很多激情浪漫的 那些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结婚 我们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很多 很平时的事情上 那所以说 把那样的激情 放在很多 他认为重要的事 那就是你现在给他 最好的浪漫 是这样吗 是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郑老师 来 夏娜老师 我之前看一句话 形容说是什么 一到家就喊泪 朋友一叫就到位 然后您先生呢 再加两句 一吵架就认错 怎么改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问题 大部分可能是需要 您来调整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的世界里面 只有他和家 但他的世界里面 除了你和家 还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的关注点 就放在他的身上 你就怎么看他 都不顺眼 你想啊 我就看他一个人 看这个家 照顾这个家 就七年 做这么同样一件事 谁不烦 谁没有抱怨 对 都会有 所以您要调整的是什么 把你的世界放大 如果你有很多事情 让你充实起来 忙起来 你可能不会看他 这么不顺眼 你可能对于 那个掉在地上的 瓜子皮 或者花生皮 觉得 扫了就完了 你也不会纠结 于那些小事 再一个是什么 生活到这个时候了 孩子上幼儿园了 我们进入了 平稳时期 没有目标了 生活没有目标了 当然就无聊了 当然就得找点事 找些麻烦了 所以 到了每一个阶段 当你觉得生活 只如湖水的时候 你们就给生活 去找一些小目标 这个是需要 两个人积极主动 为什么说 婚姻一定要经营 经营在哪 就是寻找一个 又一个的生活目标 这就是经营婚姻 你们共同的目标 为之努力 日子就会过得有劲 有劲了以后 就没有那么多的 抱怨和埋怨了 对不对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是 老师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图老师 人做事情啊 时间一长 难免会懈怠 因为他觉得 角色已稳 地位已稳 所以就缺失了 相应的责任感 你会发现 夫妻之间 在最开始 恋爱之初 和结婚之后 对于角色的认同 是不一样 在恋爱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角色的认同是 我是你的谁 但结婚之后 就变成了 你是我的谁 我是你的丈夫 强调的是义务 你是我的老婆 强调是我的权利 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会认为男人婚前婚后改变得太大 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认为女人丝毫未变 甚至是变本加厉 为什么女人会认为男人在之前能哄能宠 但现在不忍不让 其实你们的婚姻最初 就埋下了这样的隐患 女人要清楚 恋爱之初男人的忍 并非生活的常态 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而男人也要清楚 我最初对于你的宠 哄 其实让对方已经感觉到 婚后你也许还会一如既往 不要永远感觉 对方会自动自觉地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爱是需要一起练习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痛苦 他为什么会觉得没事 你为什么会觉得婚姻只有50分 他却觉得有一百分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有很多毛病 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毛病 你知道为什么 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需要 就是被需要 你痛苦来源于 你感觉到你不被他需要 被他忽视 所以你痛苦 你打50分 他为什么沾沾自喜觉得一百分 是因为你种种的哭闹 他都认为我是被需要的 我已经得到了满足 所以我打一百分 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本能 你也别沾沾自喜 你等到哪天他已经不派你回家了 也不给你打电话 也不跟你闹 也不跟你吵 他已经不需要你了 你就会像他今时今日一样的痛苦 你会有严重的挫败感 我一大老爷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的女人居然不关心我 我在外面喝酒 他居然一点都不担心 你马上会疯了 马上就会痛苦 你信不信 所以你现在不要等他 哪天不在乎你了 绝情了 不需要你了 到那个时候 你像他今日这样的痛苦 你得好自为之 不要把现在 种种他对你的需要化为乌有 不要耍小聪明 我发现你很喜欢耍小聪明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错 对吧 你还始终要站在台上表现出 我很完美 你之所以会这样沾沾自喜 有点骄傲 是因为现在这个女人离不开你 你才会骄傲 他要是不搭理你了 不在乎你了 我不相信你能骄傲得起来 我再说难听一点 他哪天要是不在乎你了 他成天躲在娘家 我不相信你高兴得起来 女人要真的狠的话 就可以这样整你 你信不信 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都需要对方 也需要自己能够为对方做点什么 这是一种平衡 所以我认为第一 不要自认为对方可以自动成为你想要的状态 第二 你在对方满足了你被需要的同时 也满足一下对方被需要的本能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的啊 孩子都这么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会吓着了吗 有一点 会那么干吗 会吗 不会 他说不会你心里踏实点了 我相信他 要是你以后还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 有很多人的这个婚姻 其实就是这样 有人说怪手机 怪这个怪那个 其实就是生活没有了新鲜的动力 仅此而已 找点吧 你们自己回家找找吧 先生我看是一心想过是吧 对 妻子是一心想过好 所以双方达成一个好的标准 其实就好办了 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婆我选择跟你到这里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决心要改 反正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但是你这个东西怎么讲 一个八字也拍不下 以后也希望你能改正你的一点缺点 大家更同把这个小家建议好 以前就是对家不关心啊 这样我觉得你真的变了好处 我也想你以后就是 好好两个人过想好过下去 就是看你的表现 你要是表现不好的话 可能就日子就以后过不下去了 我会表现好的 我放心 希望你这样 看着过往的欲言 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 我不明白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